台南市政府農業局長李朝堂跟西港將軍頂隆會總幹事頂人 跟黑毛掛困棋、合照 宣布黑毛掛困棋代金七萬來掛棟 農業局長表示 台南是黑毛主要三地 新鮮的黑毛相關三聘都完 而且品質優良 這是黑毛的新鮮過程非常需要人力 到採收的性期 是最有採收人手不足的問題 由到台南農家中改良 國外乘坐式的割困棘 每天可以採收的面子 台幼是1.2到1.6公斤 台幼可以處理到24的領域 有著要解決農村勞動力欠款的問題 農業局附近台南農家中 引進機械的採收模式 更大機械的服務能量 並且來輔導騎來中軍西港安定 到盛華四處的黑毛三處 新立黑毛農機代金服務團 我們有著要改善黑毛採收的作業 我們改良在三四年前 我們來為國外引進這個機械 經過修東的改良之後 我們兩年前開始來提供這個機械 那今年因為農委會福島村 有著要提供這個機械 我們也補助我們台南市四個農會 就是我們中軍聖華 安定和西港這四個農會 都有補助一台機械 來做這個台修的提供 那在推廣的機械 我們現在台修一分台是千二元 配合這個台修推廣的 讓農民更要了解我們有這個機械 如果我們更要了解農民的輸給 讓這台機械可以更好 有著要提供台景博物 7萬的機械推出到收費介紹 一分台一千兩百塊的優費提供給 降級農友新散的新聞 有機械的輸給農友 可以到農會來登記 農會也將會辦理到 參加的採收觀摩會 歡迎農民朋友擁有來參與 我們在新聞跟新府中君蔡英勞報導